大家好 又是我丁姐的時間 我知道大家上班的時候 可能都好像丁姐一樣 都喜歡泡菊花、杞子、桂圓肉、紅棗水來喝 不過問你什麼時候泡哪樣? 可能你有時候 隨便拿一下就算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就不行 你要懂得泡哪樣東西 還要懂得泡菊花來騙Like 這樣才是最好的方法 這些全部都是菊花 你說丁姐這麼多菊花我怎樣選? 好 我今天就教你選 這隻菊花叫做白菊 又叫做韓菊 就是韓州出的菊花 通常我們覺得眼疲眼傑 就會用白菊來焗水 什麼時候你的眼睛最累? 就是你吃雞吃到爆燈 很厲害的時候 你就可以焗一杯菊花茶來幫自己 通常香港人去喝茶的時候 很多時常茶樓就說會用菊泡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不適合 泡你配菊花 就不及菊花用來配農者 因為這樣的作用才是有清熱的作用 所以菊花配農者才是perfect match 以後就記住了 然後第二隻要介紹這隻叫做胎菊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 它叫做小白菊 它每一朵的粒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另外一個名字叫做胎菊 就像胚胎一樣 好像嬰兒一樣 它貴就貴在因為每一朵都這麼漂亮 所以這個胎菊 小白菊一定比剛才介紹的那個 白菊 就是韓菊更貴 不但貴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對眼仔好 另一個名字叫做貢菊 即是比皇帝妃飲 即是上貢去朝廷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有多矜貴 我們建議可以把胎菊 即是叫做貢菊 加些杞子就對了 接下來我們就叫它黃菊 你看到它的顏色都是比較偏黃的 它的清熱效果比剛才那兩隻都厲害 當我們喉嚨痛 牙肉腫痛 不舒服 口乾 那就最適合了 接著還有兩種菊花 你聽過名字 不過你比較少用的 第一種叫雪菊 雪菊來自哪裡 來自新疆 即是比較遙遠的地方 新疆的小數民族 會用這隻雪菊 用來強身健體 不過其實這個雪菊 它有一個很好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降血脂 但相對它比較寒涼 所以女士們未必那麼適合 最後這隻叫楊金菊 我們通常去咖啡店 或者去一些高級的餐廳 我們會叫一杯花茶喝 最常見的花茶就是楊金菊茶 你會看到裡面 除了小粒的楊金菊 還有很多香草 這隻通常是有安眠的作用 究竟怎樣泡菊花茶才是最好 有兩個建議 第一 如果你想一邊喝 一邊感覺很美很舒服 不妨拿一個透明的糊 或者透明的玻璃杯 你會看到菊花飄來飄去 我覺得這樣是很美的 另一個方法就是拿一個燜燒杯 這樣出味的確是比較好 買一些茶袋在普通的十多元店便會買到 用這個茶袋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胎菊 因為味道比較濃的 比較香的 每一次可以用大概六至八粒 視乎它的份量 然後就放進茶袋 茶袋的好處就是 你不會吃到渣滴的味 放進杯裡 記得要用大熱水 大熱水的意思是什麼 最好煲了的水 或者你確保味道是很滾的水 焗多久 用三四分鐘倒出來 不過有一個溫馨提示 就是你倒出來的時候 倒剩三分之一杯 或者你就這樣喝的時候 都喝剩三分之一杯 然後再泡熱水下去 這樣好處就是令它的味 可以不斷重複 都這麼香濃 大概泡三四泡之後 味道就完全出來了 所以以後泡菊花你懂得怎樣做 好了 如果大家對以上的片段 有興趣再重溫的話 就麻煩大家上去EH Channel 給個Like